那接下来我们要更改磁碟记名称 把答案中文打开来 在本机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看到NDPC呢 你可以按右键把它做重新命名 比如说改名叫OS系统 必须系统管理员 这个可以改名字 预设这里是四个字叫本机磁碟 我改成OS 接下来一样在答案中文按右键 答案中文按右键这里要开起来 这门找不到了 来我们等一下 我们再点选开始的地方 这里的答案中文来这里按右键 在这个地方按右键就可以看到管理 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还有一个磁碟机还没有启用 这是我们吸磁碟机系统 那这里呢我们按右键把它做什么呢 这里这个叫做变更磁碟机 先格式化 这叫data data 我们资料碟 来按4 接下来 它把它格式化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关闭再打开来看一下 所以呢 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呢 就会有什么了 还没挂载起来 刚刚有格式化还没做完 再一下 刚漏掉了 按右键这里 在这里按右键可以看到管理 在本机磁碟这里呢 我们刚刚只做格式化 按右键要把它 变更磁碟机代码 给它一个名称 新增 d磁碟机 按确定 刚刚只有格式化 这样就完整起来了 c跟d就完整了 这两个 来再开档档网来看吧 本机磁碟 这个 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电脑 目前就设置到这里